5月30号星期二 欢迎你收看由FX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 每日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盈 那我们今天在延续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的这个话题 那昨天我们也就大概总结过 虽然短期来看 美国是避免了严重的债务违约问题 为市场带来的利好因素 不少的投资者也为之振奋 不过长期来看 一旦美国财政部开始为了填补金库 而进一步采取大幅旨在的措施 将会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影响 那市场很快就会发现 债务上限危机虽然解除 不过反倒是造成另一波危机的开始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现金储备为390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再根据美国财政部在本月初的估计 截至6月底 美国的现金储备将会飙升至5500亿美元 三个月后将达到6000亿美元 这就预示着财政部需要在短期内大量补充资金的事实 那我们回顾在2017年到2018年的债务上限事件当中 当时财政部在大约6周内的时间 就发行了价值5000亿美元的债券来填补国库空失 因此在这样的推敲底下 摩根史丹利的短期利率策略师就预计 未来三个月美国国债发行量将会达到7300亿美元 而6月至12月期间发行量大约为1.2万亿美元 摩根大通则预估 财政部可能在债务上限提高后的7个月以内 将发行总额大约1.1万亿美元的国债 高盛也估计在上调债务上限的几周后 财政部就会发行6000至7000亿美元的国债 当大批美国国债进入市场 将会大力吸走金融市场的大部分流动性 法国巴黎银行的评估认为 在今年9月底以前 从银行存款等方面流向美国国债的资金规模 将有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 再换个说法 让大家更明白整个情况的严重性 根据美国银行分析师估计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可以产生于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以后同样的经济影响 因此分析师进一步说明 如果近期集中发行大量的高收益国债 就会延伸出其他资产当中的流动性 都被大量吸走的风险 而这也将进一步消耗银行的存款规模 别忘了美联储早些时候 持续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的举措 已经导致了几家地区性银行倒闭 许多储户和投资者从前段时间 已经陆续把资金投入更高收益的 国库券和货币市场基金 如今再加上财政部的争夺 就会再度刺激大规模存款外流 那这不仅会加剧银行原本就存在的 流动性紧张问题 更严重的是 将会进一步推高银行的短期贷款利率 对那些需要在高利率环境下借贷的企业和家庭来说 融资成本将会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近期发布的报告 今年前四个月 已经有236家美国大公司申请破产 而这个数字已经是2022年的两倍之多 由此可见 随着短期贷款利率的提升 也会加速美国企业的破产数量 那最后我们来跟进土耳其的最新消息 那土耳其选举委员会已经证实 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52.14%的得票率成功连任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 从这一次的选举结果透露出 在土耳其这个深度两极化的国家当中 有近一半的选民其实并不支持埃尔多安 对土耳其的长期愿景 而且从今年年初以来 土耳其的货币黎拉已经贬值了超过7% 而在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后的消息传出以后 黎拉也延续跌势 甚至一度跌破了历史低点 从2003年起 埃尔多安就做了三届总理 带领土耳其走过一段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 并作为改革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他优先以大型基础建设项目 为土耳其实现了现代化 扩大中产阶级规模 也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不过当掌权的时间越长 就有批评者警告 埃尔多安也开始变得专制 当他被禁止继续参选总理以后 他就在2014年首次子选当中参选总统 不过当时这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 然而埃尔多安早已有改革这个职务的大忌 事实证明 随着埃尔多安定立新宪法 重新掌权也让土耳其挤身 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行列 这些年的执政生涯 虽然他的权力之位也经历了不少的危机 不过2023年的总统大选还是成功拿下 关键是自今年年初以来 货币里拉已经贬值超过7% 而在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后的消息传出 里拉延续跌势 甚至一度跌破了历史低点 而人们也预期未来几个月 里拉将继续走弱 分析师指出 土耳其的货币政策强调追求增长和出口竞争 而非一直通胀 加上还有许多经济结构的问题 估计这些问题也将在埃尔多安重新掌权后加剧 与此同时 高盛分析师也表示 在第二轮选举结果出炉以后 市场的焦点将继续放在土耳其央行的外汇储备和里拉上 因为自今年年初以来 土耳其国际储备已经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接近此前里拉波动性大幅上升的水平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当然今天视频内容所参考的文章 连接也会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